最近在留言中常看到有弟兄姊妹们为艰难的处境而祈祷 同时还有人写道 我一点也不平安 这些使我们想到了 给你真平安这首诗歌 也想借此和弟兄姊妹们彼此鼓励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 主耶稣的这段话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我们的身心都渴望能感受到 从神而来的平安 可是当苦难临到 当现实生活里的重担实实在在的压在人身上的时候 人真的很容易变得软弱 内心也常常因为被忧愁和胆怯所占据着 从而感受不到平安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我们信的神是创造天地 掌管一切 凡事都能的神 祂的大能是我们无法测度的 在祂有难成的事吗 我们信的神更是爱着我们的神 祂了解我们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 我们一生的道路也都在祂的手中 神怜悯我们的软弱 祂的能力也会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神也早已把平安赐给了我们 只是我们需要用信心来体会这种 出人意外的平安 没有一样能力是出于我们自己 都是神所赐的 包括信心 即使在艰难的处境中 信心会使我们刚强壮胆 帮助我们取走忧愁 胆怯 勇敢地面对风浪 信心会使我们在苦中仍有喜乐 仍有平安 帮助我们忍耐和等待 信心还会使我们充满活泼的盼望 因为我们的盼望在乎于神 而我们的神 而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记得还有一位弟兄在留言中祷告说 主我信 请补足我的不足 是啊 我们都有许多不足的地方 求神兼顾我们的信心 补足我们的不足 愿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基督耶稣 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怀意念 来到主面前 阳望出恩典 这世界 这世界 虽然有苦难 在助力 却又平安 擦干你眼泪 在基督耶稣里 交托你一切 耶稣能平静 风和海 祂给你真平安 给你一切平安 给你一切平安 总有狂风巨浪 耶稣同在 祝你一切平安 就要平安 祝你一切平安 给你一切平安 给你一切平安 总有无盈阻挡 耶稣同在 祝你一切平安 就有平安 耶稣能平静风和海 他也能平静你生命里的风浪 耶稣赐你的平安 不是人所能给的 该是世界所夺不去的 耶稣能平静风和海 他给你真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